一个很大很大这个床垫把所有这些钱呢就装在这个床垫里头 好 下我们再来接一些听众的电话 下位是辽宁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首先 我的首先 喂 史建道先生的坦诚 我提点钦佩 实际上我们绝不愿意把那个美元放在美国投资到美国 我这里首先我要强烈几点问题解释一下你的疑问 首先我们92年开始金融体制改革 如果不金融 喂 我们可以听到您继续讲 如果92年我们没有金融体制改革 我们的金融就崩溃了 首先90年代孟文还有接近7000万工人下岗 所以这是我们内需的一大问题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要扩大内需实际上是有心无力 近几年来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 今年 首先来说我认为国家正在调整内需 这是真实的 也是有效的 必须等到两三年以后会看到较大的进展 现在我们正在加强社会保障 在产业升级 削寒工厂几年之后 两三三年 三四年之后基本上就会关闭完毕 反过来说 我认为我们绝不想持有美元国家在有超过15年左右 好的 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有时间关系我们下面再接些其他的听众和观众的电话 下一位就是山东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好像不在线上了 我们再接湖南的网络观众张先生 您好 那个声音很小 现在可以了 您请讲 来 嘉宾那个时间大先生您好 我觉得前面那个湖南的张先生的观点 我不赞成他的观点 不应 我觉得这个仇富的心理是不对的 应该尊重富 应该鼓励大家富 就是说老板越多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互相竞争 就会提高公共的福利待遇 这样中国才能够发展起来 这个仇富是不对的 再一个有富度的他也有违法乱纪 那应该以法律制裁 不能说就是说对所有的富人都仇视 那我的观点是完了 谢谢 好 谢谢湖南的张先生 提到仇富的问题 他那个认为目前中国社会 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现象 仇富现象是不太对的 那之前的那个 另外有一位听众那个提到了 他认为仇富呢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就是很多民营企业老板 不顾这个职工的这个死活 就是只是为了盈利 所以不知道您在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评论 好的 刚才这位听众 就是这两位听众 他们都说到一点很重要 就是说是竞争 最后一位听众 竞争的确是关键 如果真的有关键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利益就会普惠整个社会 那么我不想就是说有人和我竞争 就是说有人来也参加这个节目 但是呢就是说只是通过竞争 那么才能够把这个节目变得更好 那么同样的就只有通过这个竞争 那么才能把这个社会呢 就是推向前 如果竞争有限制 比如说石油 比如说通讯或者是能源这方面的 那么就是由政府控制 由政府垄断某些利益集团垄断 那么你就会产生不公平的这个现象 如果一旦有竞争的话 那么你就会有公平公正 然后有利益的公平的这个分配 而没有竞争的话 那么就会使得有这个财富和收入 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在92年的时候 刚才谈到的就是 邓小平南巡 然后呢就是进一步的 就是推动经济的这个开发 邓小平当时是有就是远见着实的 但是现在我对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这个看法 就是说再也没有邓小平了 现在高层领导人不是当年的这个邓小平 当年的邓小平的话 他们看他看得很远 那么就是看到他未来应该走的这个方向 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看到中国的领导人 却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远见着实 刚才这位听众也说的好了 就是92年邓小平有远见着实 而现在的这个政府高层的却没有 好 我们现在也差不多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再比较快地接一下 那个几位听众的电话 下位是江苏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不在线上的 下位是广西的周先生 我听嘉宾说 说邓小平比较有远见 他是有远见看到 中国的腐败像洪水滔天那样 那样猛烈 还是说中国经济 发展前景的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知道呢 这样美国国在的话 现在对民主党主政的政府的话影响很 就是中国的国家对美国民主党主政的政府的话影响很大 就是说我想他这个在中期前几以后的话 他会不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呢 就这么多 好 谢谢广西的周先生 你愿意做一个简短的评论吗 一分半的时间 好的 邓小平遇见了就是改革所带来的这个利于弊 也看到了就是说的腐败的现象 那么他知道就是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进行改革 那么就是如果一旦改革了的话 就是会有很多就是这些就是腐败的现象 滋生出来邓小平都是看到的 就是这是他当时的这个就是 对中国的这个大方向的这个指引 邓小平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呢都是预见了 但是呢就解决这些问题呢 就是比预见要困难的多 好 差不多大概有四五十秒的时间 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谈到就是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说以为中国今后的三十年就会像以往的三十年一样 保持这样高速的发展 实际上也有些经济学家预计 中国在2035年可能就会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您对中国就是今后 中国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怎么看的 我想三十年后的话 我当时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话 那么我们会回顾历史啊 那么会想到就是说这完全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那么你你没有办法就是把过去这个三十年 再推广到就是今后的这个三十年 还以为今后的这个三十年还会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 现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问题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 我们知道前苏联和这个日本 他们也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特别是人口老化问题 那现在我就不知道中国怎样在这问题上呢 就进行应对 因为很多事就是前所未有的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非常遗憾 我们就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 非常感谢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时间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 收看和继续参与 那于此时我们也欢迎您直接登陆 我们的英特网网站 或是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方便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 那么登陆美国之音网上的具体方法 是这样的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池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atvoanews.com